包括前香港中治秘书长黄之锋在内的三名香港活动人士 这个星期稍早遭判刑入狱的消息 引发美国国会两党一致强烈谴责 多位议员纷纷表态 对判决结果感到震惊 批评北京再一次摧毁了承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自治 有关详情 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 一华 好的 卡拉 尽管华盛顿朝野政治的氛围相当的紧张 分裂不过在国会民主共和两党 在前香港中治秘书长黄之锋 前主席林朗燕和前成员周庭被判刑入狱的消息上 态度可以说是相当的一致 都是严厉的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 称他们是在进一步的打压政治意见人士 同时许多的议员也纷纷表态 对于这项判决结果是以震惊和愤怒 来表示他们的回应和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长期一多年来是在香港的议题上 表示支持香港争取自由民主诉求的示威者 那么佩洛西星期三特地对此发表声明 佩洛西甚至是以令人法指来形容这项判决的结果 佩洛西还在她的声明当中说 这种不公正的判决清楚地证明 北京将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异见人士 摧毁允诺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真正的自治 美国国会一直以来以一致的声音 捍卫那些被北京压迫的人 并且支持香港人民的自由正义和真正的自治 佩洛西还呼吁全世界同声谴责 这项不公正的判决 以及北京对香港人民自由的广泛攻击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佩洛西还提到美国国会对于这个被判刑入狱的这三个人 未来是否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罪名的指控 而加判更长的刑期 表示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呢 在参议院方面 多位的民主共和两党议员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 他们对于这项判决结果呢 感到相当的震惊 同时也认为北京已经完全摧毁了 一国两制的承诺 我们来听听两党议员怎么说 北京完全控制 Hong Kong 美国和其他公司 应该出唤一时他们可以 我不能说全国政府 但我肯定是鼓励 今天是他们的双方 但明天会会会参与一个公司 对于中国的公司 所以我不会做事 如果我一天在这点 它是一个正确的正确。我认识他当时他在Washington。 他是一个平坦的企业的法律为香港的法律。 世界上必须提出自己的声音。 那么,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 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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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他动作的씨 центр。 现在,我们是已经来得到的、 您的问题。 您的问题是,您可能会摆起码户的人 b然而逐一切明白, 您的码点是最佳理美国了。 您的问题是,您看中一个呢, 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 您的问题是,您的问题是, 第一次的大法是一位 最主要的声音 是一个人权权探某 提升人权和民主政 我说是一位 中国有完全没有 能力向于国家的 依然和香港 那它会感到 重复权 和 total impunity 它也想做的 同时它可以 到每个人的力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李氏参议员 星期三同样是以书面声明对于这项判决结果予以谴责 那么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 甚至是以卑鄙的可耻的词来形容这项判决结果 李氏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还提到 北京对香港的过度干预已经导致法治彻底被侵蚀 这三名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人都应该被立即释放 并且撤销所有对他们的指控 我们知道目前本届国会的疫情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众议院预计在下个星期五就会结束所有的议程 所有的议员也会返回各自的选区 那么国会当中虽然目前有许多的法案都是支持 为受到打压的香港人民来提供政治庇物 不过这些法案目前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么法案如果要在这个汇集获得通过的话 必须要在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取得进展 不过这样的这个前景和这样的这个 有这样的要突破重围来取得这个两院的这个通过 可以说是难度相当的高的 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 感谢一华的链线报道 感谢一华的链线报道